我觉得其实大家有这种猜测也不无道理 因为实际上美国对海地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 是其他国家都难以比拟的 在1915年到1943年上美国占领过 国人一直在美国有在海地有驻军 即使在1957年到86年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时候 背后也是有美国的支持 2005年美国亲自派军舰 护送当时所谓的民选总统阿里斯利德回国 即使是在最近就是现在 美国的这个基督署依然是在海地太子港有办事处 而且这次的这个事件中很多媒体暴露 说这些这个凶手们训练有素 配备有无人机 而且还有美国基督署惯用的一些手法 所以很让人很容易想象 要么是有美国的参与 或者是大家担心 或者猜测是有美国基督署的前特工 特动兵的这种深度参与 或者被雇佣成杀手 总之这种担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现在海地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因为根据1987年海地宪法 实际上总统一旦不能行使职责的时候 是李政长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来期任 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在6月底在新冠疫情不幸去世 所以实际上现在在法理上的确缺少于合法基督署人 而约瑟夫本人因为他是临时总理 而且据媒体报道 实际上这个周末 实际上是摩依兹总统要任命一个新的总理 也是实际上约瑟夫总理目前的确处于一个 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法理有缺憾的地位 从目前看海地的政局危机四伏 不管是目前的政治僵局 而且还是经济危机 因为今年以来因为疫情的原因 导致海地最主要的侨汇收入 还有外国援助也大大减少 加上海地全国现在也没有接种一剂疫苗 实际上海地目前出于一个 我觉得出于各种危机一出即发的一个阶段 最近他的邻国多米亚已经宣布封锁边境 就是担心国内的危机 引发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实际上约瑟夫政府目前我觉得 正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执政困境 海地在一个火山口上